谢谢bro18为你打架杉 先来看看粉丝带的装备 记得先点赞后观看哦 不得不说 这秒搜的技能真的太舒服了 这个得需要你专注满机才能有这个效果 如何提升就是搜东西就行了 这个粉丝带的装备不错 一把MK47蛮改的 价值应该在30多万 还有一件6极甲 一个美头 环柴包 挺富有的 刷卡了 这个时候我听见有人刷卡 因为实验室有这个刷卡的bug 我猜应该是在黑卡 还听见有人拿了机库的闸 那最起码就是两个人了 这里我的思路是准备直接去南港后杖 刚刚如果不是刷的黑卡 就是刷的 这枪法马都不行 好了 马在飞选手 他进去 无非要么下楼 要么上楼 我们选择上楼碰一碰 好了 又马了 就打中一枪 我天哪 最近感冒了 状态非常的不好 兄弟 我想呢 打中一枪也是一枪 那就扔雷 压过去 好的 直接被我们包头打掉 过来 停下这个玩意的包 穿的五级甲 被我们打坏了 拿到一把AKM 在我眼里有点穷 然后搜了下绿卡 捡了个200万的大细节 后面我来到这里 找一下机库拉闸的玩家 然后听见头上有脚步 头上有人在跑 他好像不知道我在这 所以我选择当一手脑溜 他不动了 啥意思 是不是听见我了 后面还有个彩幕的 两个人 不行 得赶紧换位置 我左边好像还有个人 天堂彩幕 他应该在直踢附近 扔颗顺暴雷 兄弟们 认认看认认学啊 这个顺暴雷 其实当时直接炸掉他了 他的包被挡住了 所以我当时以为他没死 可能跑下去了 于是我来到发光帐篷 看黑卡 他要打到对了 我 没有打掉他 很可惜 他这绿悬 无非就是上楼和下地 我选择下地碰一碰 运气 他应该是下地了吧 两个人 哇 这个A真的要命啊 好的直接抱头打掉 他也打中我一枪但是没有打到头 来体验一下这个玩家的包 拿到一把黑DT猛男枪 也是穿的一个武器甲 然后这个炸的玩家是躺在这的 这个雷也是 精准顺暴啊兄弟们 拿到一把AKM 他竟然穿的是AI的甲 他这盘没带甲进来吗 然后这盘没有发现其他玩家了 然后我就搜刮了整个实验室 最后来给粉丝整理一下背包 想参加18问题 打架声的可以来直播间啊 现在都是通过直播间弹幕参加的 然后他拿不下的 我就拿了 上一波 记得给18点个赞 谢谢大家下期见